最近我們看到香港的事情 其實也還蠻 五十多萬人上街頭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他們最近就唱 尤其是香港演藝圈也一起唱了這首歌 他是改編了 悲慘事件的主題曲 對 他可能又更難唱一點對不對 因為他本來是一個百老會的音樂劇 他的那個歌 他那個旋律非常好 但是真的不容易唱好 是 他歌詞的密度也比較高 對 所以你觀察不管是在哪裡唱這首歌 是 之前送洪仲秋的那一次 是 全部人一起要唱這首歌 對 台語版 對 台語版 其實說真的啦 全部人要一起把這首歌 從頭唱到尾有難度 有一點難 後面會比較哩哩啦啦一點 對 可能手上都要拿一個歌詞 對 要有小抄 對 而且會調拍 難度挑戰比較高一點 有些人可能要唱高音唱不上去 對 所以我覺得島嶼天光相相較之下 比較平易驚人一點 對 美麗島相較之下 比較平易驚人一點 但是那首 對啦 你敢有聽到我們的歌嗎 對 那首歌 說起來也算是戰歌吧 那是一個鼓舞士氣 而且有悲壯的氣勢的歌 對 就是技術難度稍微高一點 要對自己的歌藝有一點信心才行 對 但是講回來其實老師你心中有最完美的抗議歌 對不對 這個答案並沒有標準答案啦 對 應該是說 在不同的情緒不同的場合 有時候你會需要一個最合適的音樂 把它放進去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需要 有的時候需要哭一場 這時候可能就應該要唱一下美麗島 它會讓你的心好像看到 看到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是 有時候 有時候會需要鼓舞士氣 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島嶼天光 對 適合不同情境就下什麼歌 對 不太一定的 那我曾經在台北車站 看到一群年輕人彈著吉他 在二部合聲唱共聊你好嗎 超級小清新的一個場景 對 對 唱我們不要和電唱 唱的合聲還不錯 那大家都很忙啊 來來去去 沒什麼理他們 他們就自己拿著硬直板做的牌子 在那邊唱共聊你好嗎 我經過就 也就忽然一陣鼻酸啊 因為這些年輕人的聲音好嫩喔 他們要對抗的又是這麼醜陋的一個時代 對 想想蠻悲壯的 雖然那個歌很柔美 是 可是那邊有一種蠻悲壯的東西 ㄍ在那邊 對 我覺得就是不同的情境吧 完美的抗議歌曲 每個人心裡應該都會有這麼一首吧 是 當你 我覺得當你的腦袋挨過鎮報警察的棍子 你就知道 你腦袋裡面是哪一首歌 對對對 你就知道那首歌應該是什麼 是是是 我們曾經跟胡德夫老師聊過天 嗯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 老師你知道 其實你只要那個鋼琴一下 你說你要唱美麗島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開始 然後你就等著那一陣洗禮 你就會哭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知道我唱這首歌也會哭 嗯 當我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頭看著天上的時候 尤其他唱到最後面那一段 他唱給李雙澤的那一段的時候 他說那時候我其實也在哭 嗯 嗯 像那個很溫柔的那個聲音 真的還蠻喊動大家的 是啊 我想抗議歌曲 或我們不要說它是抗議歌曲 是唱自己的歌 是去促成社會的改變 寫一首歌大概不會是你的選項 嗯 最有效率最快的促成某些改變 到底怎麼樣最有效 是去選議員嗎 還是去當黑道 還是去做土製炸彈 還是去寫書 老師這些念頭都有飄過你的腦袋嗎 我沒有我只是在設想 但這些選項都有可能喔 當然都會有各有各的副作用 是 會有各有各的代價 但寫歌絕對不會是最有效率的 嗯 但是一首歌有可能 留下來的效能是持續最久的 嗯 就是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對 對 我對於老師你這裡面有一段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說 Bob Dylan寫的 嗯 要是無法伸出援手 就請讓到一邊去 畢竟時代正在改變 對啊 他是這麼說的 我蠻贊同的啊 我覺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難 嗯 在尤其是在太陽花的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我真的 真的徹底的服了 他們可以在一夕之間 就搞出十幾種語言的現場翻譯 他們可以立刻用最快速的科技工具 對 去串聯 他們可以那麼有效率的 馬上整合出一整套的運作系統 對 我真的覺得他們這次把二十幾年前的野百合學運 整個的超越了不知道多少 是 整個真的是在思想上的武裝上面 在整個運動的策略上面 在現場的整個群眾的整個的怎麼去處理 各種可能失控的狀況 對 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他們不可能有完美的運動 對 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收場 對 甚至就是這一群二十多歲的孩子 他們激起了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全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 應該是光復以來第一次吧 全台灣針對政治經濟學 全民的一場大洗禮大補課跟大辯論 對 全部的人喔 從面店的老闆娘到計程車的問獎 到大學的教授 到電視裡的名嘴 全部的人都開始在關注 這些硬邦邦的議題 對 對不對 你要搞懂服貌是什麼 對 那背後需要的知識準備是很驚人的 但這群孩子他們促成了 他們做到了 他們促成了這個事情 對 他們做到了多少人多少年來做不到的事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Dylan在五十年前說的那個話 我覺得是準確的嘛 是 因為時代在變 你根本跟不上他們的速度跟思維 你看 G0V臨時政府他們做的那種 是他們用科技去串聯 做出來這些東西 根本 連Facebook怎麼用都還搞不太清楚的 那些人 他們怎麼可能進入他們的世界去理解 然後還在用成就的思維 電視上那些名嘴還在用那些成就的思維 還在講這些東西 採測他們的動機 今天到晚在用陰謀論去 按在人家的頭上 對 Come on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要是你不能伸手幫他們一擺就算了 你不能夠拉他們一下也就算了 對 那你就讓到一邊去吧 對 因為這條路是為他們而開的 他們正在開這條路出來 你就不要當那個擋路的大石頭吧 這是我覺得 對啊 Bob Dylan五十年前說的很有道理 他那個時候是年輕人 是 他像老一輩的人在喊話在叫擺 過了五十年之後他還在唱這首歌 他就是在像自己的同代人 我們這一代人要是不能幫他們的話 我們就閃到一邊去好了 對 好 所以我們節目也要結束在這一首歌 同樣也是 老師在書裡面寫的具有啟發性的一句話 謝謝老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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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nd 材 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